香港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宠物狗 早前经香港鱼农自然护理署 两次新型冠状病毒测试 发现其口腔及鼻腔样本 呈弱阳性反应 3月5日 香港鱼户署会现传媒时指出 有关结果显示 该狗只以低程度感染有关病毒 据悉 这只全球首只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动物 香港鱼户署助理署长薛汉宗 在当日的疫情最新情况简报会上表示 于护署2月26日 在血忍者家中带走该狗只 2月27日 从其口腔及鼻腔的样本中 检测到少量新型冠状病毒 2月28日的病毒检测结果中 口腔及鼻腔样本 依然呈阳性反应 3月2日再次进行的检测结果显示 口腔样本呈阴性 鼻腔样本依然呈阳性 我们跟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专家 和香港城市大学的兽医学院的专家 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专家 大家一起去看看报告 我们也都一致觉得这个狗是有低程度上的感染 薛汉宗指出 该狗只低程度感染在国际上无先例 现实未有资料和案例显示 病毒会再有狗传染人 他提到 该狗只的病毒不断减少 自己会产生抗体康复 目前尚未有药物 可针对治疗感染新冠病毒的狗只 狗只目前留在港珠澳大桥 动物居留所进行检疫 之后将继续进行病毒测试 两次阴行结果后才会还给狗主人 被问及狗只外出是否需要佩戴口罩 薛汉宗认为 人的口罩不宜给狗佩戴 其实我相信口罩很难 人的口罩很难在狗那里戴 狗很多时候散热都要靠个蜜来散热 身体没有汗线 所以如果戴了口罩 或者对它来说也不舒服 清洁很重要 碰过草物或者出街 尽量要做足的清洁 如果它有任何不适的症状 就去稳守于它看这只狗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